1931年 张陶芳出生在江苏省新化市 他1951年3月参军 1952年9月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 然后跟随部队奔赴抗美援朝战争的第一线 那一年他21岁 在山甘陵祖籍战中 张陶芳担任狙击手 单兵作战32天 以442发子弹 殲灭了214名敌人 成为一名军军 为了中国狙击之王 并荣立特等功 战后朝鲜授予了他一级国旗勋章 而我国也授予了他二级狙击英雄的荣誉称号 朝鲜战场上的张陶芳因为枪法奇准 曾被美军视为眼中钉 他们想了很多办法要除掉他 1953年初下 美军派出了王牌狙击手 打算反蹲张陶芳 但张陶芳的危机意识非常准 他在来到阵地上的一瞬间 已察觉到了气氛的异样 于是他小心翼翼的掩护自己 并用步枪顶起一顶头盔 试图引诱敌方狙击手开枪 以此确定他的位置 但张陶芳的头盔顶了很久 对方都按平不动 张陶芳意识到敌人的狙击经验也非常丰富 两人僵持了一段时间后 张陶芳又小心从掩体里探出头 仔细观察对面阵地 终于被他发现了敌方狙击手的藏身之处 但就在他开枪的一瞬间 敌方也开枪了 结果美军狙击手被击毙 另一颗子弹却贴着张陶芳的头皮飞远了 要说这三国中的吕布 从没杀过一元大将 却被后世尊为三国第一 就因为他有一个记录无人能过 什么记录你知道吗 感兴趣的朋友可关注探秘历史 回复吕布即可观看